這下面超多 那邊也是喔 哇哇哇哇哇 衝過來追喔 嘿大家好我是Meg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又來釣魚囉 然後呢我人現在正在這個 成功橋跟成美橋的上游一點 沒錯這邊是基隆河 那不得不說這邊的環境真的整理得非常乾淨 有非常乾淨的運動步道 還有一片片綠油的草地 台北真的是蠻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喔 不過就是房價稍微 沒那麼平易近人一點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是一個人長進 今天就是我一個人出來釣魚 所以說在一些畫面上 鏡位上掌握的可能會比較差一點 那所以說今天的內容我會請向 就是分享我在野場中 我如何找魚 以及我目前拍影片 得來的心得 我會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是一個有幫助的內容啦 好現在談談說我如何去在野場找魚的 像我現在在基隆河嘛 基隆河其實算是魚種非常豐富的一條河 不管是本土種啦 外入境種 其實基本上我來這邊 不太會打虧 有可能釣得差 但總會有一隻兩隻那種 什麼花羅漢啊等等之類的魚 然後來咬我的人 那去要魚也是蠻多的 像我現在這種城市都市的溪流 我一定會先找出水口 大家可以看這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出水口 那大家再仔細看的話 幫各位拉一下焦距 可以看到那邊非常多的無垢魚 鋸在那邊 裡面應該有夾雜一些 子龍口口之類的 齒雕科 像這種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先下手 因為這邊的魚 聚集的最多 現在大致上都準備好了 那一開始這部出水口的魚呢 我會先傾向用水錶鵝 或是下沉性比較慢的鵝 因為出水口的魚 傾向會減食一些人類食物的殘渣 那這些食物的殘渣呢 不外乎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嘛 或是慢慢緩緩的下沉到水面的樣子 OK 先來試試看 這邊是可以下去的 下去一點 哇 這邊拋頭上有點限制 還有今天我帶的是斷竿 這邊還有幾個螃蟹洞 喔 終於了 喔 漂亮喔 大家應該有看到那個爆水花啦 唉 是海蓮 所以我就知道是你 你再跳 你再跳 跳個屁股 我今天用超軟的鯖魚乾 你給我 再挑一個試試看 所以 所以 齁 齁 兇的咧 啊 還有另一隻 體型大概 三四十啦 欸 沒有三四十 大概二十五左右 喔 它現在爆的超級兇的啦 哈哈哈哈 好 先請它回去 欸 它的啄勾位置很漂亮 超漂亮 想辦法結個勾啊 掰掰 所以我們在用POPA的時候 可以選擇各種的操作方式 像如果我要釣海蓮的話 我會 稍微傾向 抽一下 停個兩秒 抽一下 停個兩秒 抽一下 停個兩秒 喔 來 終於 噢 屈腰 欸 跑掉了 唉呀 剛剛應該有看到那個爆水花喔 它剛剛這樣 稍微洗塞一下 我看到是 曲腰 是曲腰 沒錯 不錯啊 你看出水口很好玩的 好 現在換個點喔 那趁在換點的途中跟大家聊一下 野場的守則 第二點 好 第二點就是 注意安全 好 今天無論你是在野場啦 管子也好 注意安全 注意天氣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今天 下午可能什麼時候會下雨 又或者說我去的地方地形是怎樣 像我現在無論是角度好 或是不好 我都會穿一個 素膝鞋 欸 就這邊應該有拍到吧 一個人拍的很難拍 這邊素膝鞋 好 素膝鞋一定要 素膝鞋可以防止你在任何界面上滑倒 好 我們現在又到了第二個出水口 給它看一下 第二個出水口 噢 一樣魚很多 魚很多啊 他們到現在還沒發現我的存在 那有魚很多 最喜歡這種魚很多的地方 因為有句話叫做 樹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癡 魚應該也是這樣的道理 魚裡面一多 一定就會有幾隻喜歡咬你的耳 相信自己好不好 魚用寶寶試試看 對 終於 喔 衝衝衝衝衝衝 衝喔 SHIT MAN 過來 對對對馬將才對 過來 終於啦 來 嘿 嘿咻 一隻火口啊 你看就是這個啊 這個魚真的是 不知道是從哪個水準跑出來的喔 然後它繁殖力又很強 又很強勢 其實比無垢也還兇 所以照人說 它在基隆河這邊 基本上已經霸佔一部分的族群了 他媽他噴臭水 這魚真的很兇 我好像遠遠看到它 就在那邊噴 在那邊炸我的水錶 好棒喔 終於 終於喔 感覺像是八道 很衝 喔 終於 喔 一隻頭殺 終於是頭殺 水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 shit 頭殺捏 哇頭殺 正吃啦 喔 一隻小隻頭殺 水啦 KK 上次應該要帶你來這邊啦 一下就打 一下就破龜 跟你說 看看看看 這邊就隨便就一隻啦 而且正吃啦 怎麼搞錯喔 正吃啦 這桿子太軟了 看他桿子凹成這樣子 想辦法把它弄起來 各位 終於是頭殺了 這頭殺了 算小隻的 幾個狗 喔喔喔喔喔 凶喔 喔這次頭殺很臭耶 整天吃大便是不是 怎麼那麼臭 喔喔一隻頭殺 這樣子 有沒有 不大了 大概 四十 四十幾塊五十左右 可以可以 一開始應該先帶你來這個地方 我剛剛好像中兩三隻都是這個 一隻都脫鉤了 不錯喔 頭殺 喔喔喔喔喔 又中又中 水水水 不夠魚一隻 這隻體態也不錯 唉唷 又中一隻啊 水水水水水 下去把它抓起來 喔喔喔 衝衝衝 哇 中一剛剛拉真的很爽 好爽 唉 不過魚一隻 水水 我剛剛一掉下去就中了 超猛 喔喔 剛剛釣了幾隻魚 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有臭屎啦 有無鍋魚 那等一下我應該會去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剛下完雨 天氣有一點悶 那趁在空檔呢 我來講一下說 爹場守則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呢 我會說是觀察 我覺得觀察非常重要 那我舉幾個例子 假設說今天我來個釣場 我看到一個阿伯在那邊釣 我第一個一定要先問他說 誒 請問阿伯 今天這邊的魚咬什麼 什麼樣的鵝比較咬 那因為阿伯他是比你先來到釣場的 他一定在某種程度上 比你製造這個釣場的環境還有情況 再來是針對你的目標去做觀察 假設說今天我要釣無垢魚 很簡單 只是看水面上有沒有 那假設你今天是要釣大沿海的一塊 你是在這種珠海口的環境 我啦 我會先看有沒有魚花 看有沒有他們在追捕小魚的痕跡 或是他們有時候會在水面上翻滾 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徵兆 那前面除了用直接去問人 或是照魚種的習性去判斷之外呢 你也可以看看地形 地形非常重要 好 現在那岸邊也是 朝那岸邊丟啊 嘖 最好中囉 喔喔喔喔 哇! 海鱔 被它洗塞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 哇 這邊魚很多喔 凶喔 來來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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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靠 應該有看到應該有拍到吧 現在視野比較好喔 哇操 那個凶的 真的很凶 這個白影直接從水上撐上來 喔喔喔 終於 喔 應該是火上火口 喔喔喔喔喔 很衝喔 出現了喔 喔喔喔 喔喔出現出現出現出不停 喔喔喔喔喔 哇 過來過來過來 不要再鑽啦 出來 喔喔喔 水啦 喔給我起來 喔喔喔喔喔 這只很肥欸 這跟我手掌一樣粗喔 很漂亮 很大隻 很兇 喔必須從我手 很兇 哇 剛剛操演被他撞到障礙物裡面去了 繼續再釣一釣看 還沒有幾大隻這麼大的喔 這隻 以我的經驗來講算蠻大隻了 應該 來整體來看,23公分出油 23公分 好,再來是來到野長守則室 公寓善騎士,必先立騎器 當你要把魚釣好,裝備這部份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今天,我的設定是釣蕭鵝 我想要拋蕭鵝,所以我相對應的肝子 就會選擇馬口肝、吸流肝這些 在釣性上比較軟的,才可以有效的把我耳給拋出去 又是假設說今天我要按拋,這樣我就會選擇十尺九尺的按拋竿 一樣,才可以把我的耳送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終於 衝喔 那邊那個腳中的,一丟下去就咬 兇兇兇兇兇 這個很兇,真的很兇 又是一隻虎口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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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兇是不是 比你更兇 那個腳 那邊那個腳一丟下去 兇兇兇兇兇 兇兇兇 不夠兇 好,這邊視野特別好喔 看看 哇哇哇,這邊很不錯 這邊有流耶 有流 這下面超多 有流看 下面超多 好幾隻啊 超多隻的 那邊也是啊 哇哇哇哇哇 衝過來追喔 嗚呼呼呼 嗚呼呼 給他帶走了 給他帶走了 Shit 那邊石頭放太多了 這個要裝洞啊 哇,不好意思 看到一大蚵肉 好,現在換上鉛筆 等一下真的中 我這直接把它拔起來了 沒有,這剛才三七二十一了 嗚呼呼呼 欸 超兇的啦 直接把我剪掉是怎樣 What Fut What 靠 靠 好扯喔 好扯喔 中喔 嗚咻 嗚 嗚 還連一隻 耶 還連一隻 Good man 還連一隻 我靠,剛剛超兇的 妖兒那瞬間應該沒拍到 超兇的 然後我現在人整個站在水裡面了 我看為了減額 不過也因此這樣子釣到了一隻海獵 再試試看啊 那邊應該還是有一些海獵 嗚咻 喔 喔靠 沖刷咬喔 幫我拍到 欸,跑走了 Shit 洗腮 正常正常 好,回家囉 那其實我還有兩點要做點補充啦 那這兩點呢 在這個死釣經驗上其實 不會有太大的注意跟幫助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身為釣魚人 在素養上 跟心態上 是必須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首先現在講第五點 第五點就是愛護環境 不要亂丟垃圾 那這其實在很多戶外YouTuber啊 或是釣魚YouTuber 都常常在提倡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從小到大 你應該具備的一個素養 還有水準 好,再來呢 我覺得釣魚是一件 學習怎麼跟環境共存 學習怎麼跟環境互動的一個 很好的戶外活動 既然呢,你的樂趣是建立在這個環境上面 那我覺得你應該適時的給他一個尊重 至少不亂丟垃圾 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 請放鬆你的心情 無論你今天 可能剛剛被老闆FIRE了 又或者是像我一樣 可能在出門前 看到哨音的留言非常不爽 那我呢 至少我在釣場上面 我是把這些煩惱的事情 好處在腦後的 會以一個輕鬆快樂的心態 來面對我們的釣魚 好啦 以上就是我這釣魚四五年來 得到的一個經驗跟心得分享 那我敢說教學喔 主要就是 跟大家交流交流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在下方討論 我覺得無論是釣魚 或是其他 知識性的東西 有討論 才會有成長 好啦 我是Omega 我們就下次見了 咯